尽管北上虽远 抗击日本人尚未达到目的 但是我们在山西啊 打了声张啊 也唤起了山西民众 抗日的意识 同时啊 也扩大了我红军的队伍啊 筹集到了物资 所以说啊 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 还是在军事上 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实际啊 东北军和西北军 已不对我构成威胁 沿西山在我们的策动之下 也有所收敛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 只有蒋介石的嫡系 汤伯 湖族南部 已经宁下而马 是啊 我们红军 在山西的作战条件 已经失去了 但是 在甘肃和宁下 就不一样了 他老想鞭长莫及啊 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 慎慎手脚 集中优势兵力 约马洪辉马洪斌 叫来就来 西面是个空档 我们何不乘机西征 一来 向机攻取宁夏 达通国际路线 获得苏联的援助 二来 大造声势 侧营四方远军和红二流军团 北上回事 恩来说得好啊 东征掉头啊 就是西征 就这么办了 我建议啊 有中央红军 组成啊 西方野战军 有彭德怀同志 任司令员 见政委啊 实时西征计划 老彭 军政担子一肩挑 责任很大呀 只要中央决定 我坚决服从 好啊 军委主席点将 中央坚决支持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恩来啊 你要多操操心了 我看啊 习中心同志 最适宜参加 西方野战军的工作 他曾移载南梁 樊县一带工作过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想 他一定会设法解决 西征野战军的抽烟问题 报告 进来 关中特区的 徐仲勋同志来的 请来 进来 是 州副主席好 州副主席 州副主席 你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州副主席 你好 这位是 我是当了五年土匪师爷的那个 钟立言 好 坐下来 来 坐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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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请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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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副主席 钟立言同志现在在关中特区 做文教秘书 哦 钟禁同志 西征战役即将开始 军委决定 等你到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工作 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意见 我在隆东工作过很长时间 对地方上的事情也比较熟悉 丽言同志呢 带着列宁小学也在内带活动过 也是比较了解的 很好 西征部队 大概有一万六七千人 粮食供给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到西野指挥部以后 彭总会给你具体的指示 同志们 目前 右路军已经到达延迟 左路军已经到达原城镇 我军的目的是 右路军向西北方向进攻 阳攻凝下 调动环县庆阳的 第三十五师回园 左路军呢 急速向环县庆阳方向前进 寻找机会 歼灭回园零下之地 与运动之作 据我们截获的敌人电报所知 国民党西北小匪总司令部 已经察觉到我们西津的动向 他们急调马轰逼的三十五师的 一零三旅和一零五旅 与元城庆阳和曲子一线 进行堵截 因此 我们西征的第一仗 就是 夺取曲子山 在这儿 郝主席好 你好啊 主席啊 我正找你呢 本来 什么事啊 你看看 胡汉民在广州 脱发脑移血去世了 这个胡汉民跟蒋介石 一直是有矛盾的 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蒋介石私立红门宴 把这个胡汉民扣押在唐山 引发了乐器人士捣奖 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从此之后啊 胡汉民的广东啊 一直处在半独立的状态 梁光之四边表为抗日 实为谋逆 让外别仙案内同意方能语辱 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方针国策 没有稳固的后方 哪里来的前方抗战 乐规此次出兵 归系因为主谋 更因多加提防 你立即点练附件蒋定文 总经顾初董 让他们加强民息与贵州的防范 是 另外再给张学良打电波 向他强调 向他强调 中央欲如与剿匪的防针不变 让他警官 约臣谋逆如何变化之后 再行定夺 但是此刻我们应该有所防备 敌司在三部队 先令其五日之内 集中于同龙 一阴四边 是 两官若不同之 终究必为后患 但是 监狱末间 四军清闭水蒙 共军西京 两官之方针 以静待其变吧 是 恩来 主席来了 这是 帮我看看 恩来 我这是为了声援啊 两广出师北上 写的声援书 你帮我把把关 主席 我先看一看 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一席 出师北上 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出兵 一致抗日 一声所拨 全国人民无不振奋 我们仅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 与抗日红军 对两广爱国军人 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 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 缔结抗日联盟 共同奋斗 很好 很好啊 不过我觉得 应该再加上一条 中国工农红军 愿首先集中于河北 带着抗日先锋队的人 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以表我们的决心 有道理 就这么写 那好 报告 进来 细致来电 念 红三军团在曲子以南的 复城附近 与马鸿斌驰援曲子的 六个营的敌人遭遇 敌人被我主力击溃 我军俘虏敌人一千一百多名 内有营妇 连长多名 之后占领穆波 桓县 洪德等城镇 县正往宁夏东部的 耀镇御望宝进发 老鹏啊 就是有一股横扫前决的气概 是啊 朱县 环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是我们通向西北的主要通道 我们应该告诉李福生同志 陈根丁省要加强对环县的工作 最好成立以桓县为中心的领导机构 以便开展工作 好啊 老鹏来电说啊 习仲勋同志 在西方野战军的保障工作 做得很有成绩 我看就要仲勋同志 担任桓县中心的县委书记 他对那儿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好 好 黄总 中心同志到了 快请上先生 是 黄总 中心同志 快走走走 黄总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我知道 当我听说 你在桓县任中心县委书记 我这心就踏实得一大半 你只知道 部队打仗需要后心保障 更需要后方的支援 有你做我的后盾 我是一百个放心的 黄总 我也是在黄总 和陕甘宁省委领导的支持下 才能完成任务 可别这么说 请方总放心 我一定会按照党的方针 政策 积极开展地方工作 积极支持咱们部队 打胜仗 好 不过据我所知 龙东一带 政治情况比较复杂 土匪猖獗 尤其是政治土匪 经常有我们的地方干部被暗杀 而我们的主力呢 又顾不上剿灭这些土匪 所以仲萱 先生的胆子很重啊 我给你 派几个人过去 给你一些强制弹药 尽快地把地方武装 组织起来 太谢谢彭总了 谢谢 我今天来就是想请彭总支持的 好 部队离不开地方 有什么要求 请管提 我的要求 彭总已经做到了 彭总对我的要求 我也想到了 一是酬粮 二是征兵 三是安置伤员 好 部队地方 同心协力 战互不胜 战互不胜 同志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四方面军就在甘致 他们判三十二军来接应我们了 同志们 在加把劲 争取着日道理化 与四方面军会合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营兽部队 停留别前进 是 所有部队 别急前进 前面什么情况 快走 里华县能发生全声 里华 难道是三十二军与敌人发生了遭遇 对 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是 军队哪有令 跑步前进 是 军队哪有令 部队 我会有令 部队停留别前进 别急前进 老肖 什么情况 你看 那边 同志们 别紧张 自己人 不像是敌军啊 老王 别躲了 我都看见你了 是罗敏辉那小子 是咱们护去自己的兄弟 见谅 就跟咱们来这一处 你猜 我心里最想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狠狠地踹他两脚 对 一人踹他一脚 走 一见三十二军的同志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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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黄大雅哥算是见到你了 老小 你可瘦了我看见 瘦了 老龙啊 你这个老小子可想死我了 家里去哪 我也想你们呀 就看着今天见面了 老龙 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别提了 本来我想拿下礼画 给你废一份后礼 没想到这衙门太穷了 只能 只能给你准备点这个了 我听说这一代产黄金纱 就是这玩意吗 差不多吧 就是分量差远 一个情飘飘 一个沉甸甸 你自己看吧 我对这黄金纱可不感兴趣 这可是王仁为的心头宝贝啊 说得没错 我都缠了好几个月了 你看 你看 来啊 终于见面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张总政委的秘书长 黄招同志 王秘书长 你好 我是王振 你好 王政委 这位是 王秘书长 你好 我是萧克 萧武军团长 早就九阳纪卫大名了 相见很晚哪 张主席呢不能前来 他特意让我代表他和朱老总 欢迎起来 朱老总和张政委 他们都还好啊 都非常好 他们迫切地希望 和你们早日见面哪 我早就想他们了 这个王胡子就知道抽烟 你不抽他他也跑不了 现在对我来说呀 抽烟比吃饭重要 老罗 这个黄秘书长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怎么看上去那么年轻啊 你别看他年轻 他可是张总政委的心腹啊 这次张总政委 能派他来接你们 说明张总政委 对你们还是很重视的 有件事我可不大明白啊 朱老总和你们 为什么会留在这里 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却北上陕北 是啊 红军总部一直和我们发生关系 却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消息 这是很奇怪啊 情况是这样 我们前年十月离开瑞金 去年六月 在四川茂公 与红四方面军会试 九月份 毛主席带领 红一方面军 第一第三军先行北上 在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试 为什么会独自北上陕干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后来张总政委 在卓克基召开了一次全军大会 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是逃跑主意 宣布另立中央 另立中央 另立中央 这不是搞封链吗 对啊 是啊 不过我听朱老总说啊 张总政委要在甘孜召开全军大会 正式宣布撤销他那个临时中央 以西北局和红军总部 对外发生关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也不应该另立中央 这个张总政委啊 我看风急很大 报告市长 警卫连连长向您报到 好 你们连 是你小子 什么情况这是 是 习郡长 让我们警卫连支援你 要警卫连了 咱们独立师被解散了 我被调到了四军 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市长 我还能跟着你一起战斗 团长 刘兰峰团长 市长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市长 那就搁在肚子里 等我再当了市长再说 是 市长 刘兰长 市长命令 敌人进入埋伏前后 拟团立即接断敌人后路 力争全剑齐先锋营 知道了 命令各营营长 把敌人放进来 扎住口子 给我狠狠地打 是 打 不 不 刘兰长 刘兰长 敌人的资源目的上来了 首长命令你 选择有灵地行 阻击资源部队 知道了 战军有力地行 先军阻击敌人的资源部队 打敌人 走 提供所有的地行 提供火力 给我狠狠地打 给我狠狠地打死他 看准人打 团长 凌人援军上来了 大战家 开锁 打 出开 刀到 组织 门 改双 地 开 敌人 敌人 第 开 推 承 开 开 开 切 我帮他来吧 沈子 沈子 沈子兄弟 你不是还等着我做你的市长吗 我现在命令你 我命令你睁开眼睛 不得命令 赵大臣同志 是什么 是什么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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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坐 在我心里 我听着你 你永远是我的市长 你还会 再当上市长 好 你放心 这辈子 我一辈子都别当了 等着我 等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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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抓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呢 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看我 好 来 来来来 坐坐坐 坐 你也坐 来 您坐 老郑宗志 是这样 为了保卫二六军团 顺利到达甘孜 与四方面军会师 蓝风率部队啊 到辖口阻击敌人 这一仗 蓝风指挥得相当丑丝 表现非常英勇 全剑了敌人的先锋营 胜利完成了足迹人 可是 在撤退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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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 这孩子 是为梁军会施起伤的 止了 去年百丈光驿站 休云走 现在门风又走 说罗总 我没事 真的 我还有四个儿女 休霞 立功 都在一方面前 我相信 我们总能见面的 去吧 挺好 任志 歇会儿来喝点水 不用了 初心 还是让我来定吧 不用了 我呀 这个是给我娃娃做的摇篮哪 要是她长大了 知道她的爸爸 连摇篮都不会做 你不是让我脸红吗 去吧 去吧 让我一个人做 任志啊 你说要是让她知道了 你为了做这个摇篮 饭也不吃 连口水你都不喝 那她会咋讲啊 她会说呀 我这个爸爸 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你去 真是个好爸爸呀 快来 快来 坐下 小夕 你看 好消息啊 王寨小可他们率六金团 以四方面军 在会礼会师了 贺龙任毕时 班向英率领的二金团 也将于二十九号 到达赶足 好啊 我估摸着啊 就应该是这几天哪 只是山高水远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 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 能早日北上 这要感谢朱老总啊 和毕时他们呀 行了 我呀 最近 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习程计划 好 等这个计划成熟以后啊 咱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 好 不计啊 这个计划 是不是把四方面军 与二六军团北上 也考进去呢 这个是重点呢 同志们 伟大的会师就要到来 肖克同志率领的六军团 已经在里化地区 与红三十二军会师 赫龙同志率领的二军团 已经到达巴安地区 二六两个军团的主力 将在两个星期内 到达詹化甘孜一带 这是我们红军长征途中 又一次值得纪念的大事 这也将有利于扩大我们的胜利局面 红四方面军兵败百战官 退守西康的生存困境 党中央红一方面军 红旗慢卷 闪干净的连连暴劫 朱德刘伯成等坚决斗争 张浩代表共产国际频频致电的压力 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收敛分裂之心 做出取消第二中央的决定 战胜分裂走向团结 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党领导军队 党指挥枪的原则 绝对不能改变 谁想改变这个原则 必然走向失败 刘总 来 喝杯茶 这可是朱老总保存下来的云南福尔 好 谢谢嫂子 好 好 那你们聊 怎么样 郭涛同志既然当众宣布了取消第二中央 这就是进攻 我觉得我有必要啊 我亲自去迎一迎贺龙和毕师他们 把有关情况提前通报给他们 这样做也好 而且我觉得两军驻地不依靠了待机 以免发生莫洒 再闹出不团结的事来 这可是我们冒功会师的经验教训 我们不能再犯冒功会师时的错误啊 来了 来 少林队 也见自己的同志了 来 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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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总 走 快owitz fall 早 reg 快回来 这一会儿有什么变化 轻秀了一些 但是更精神啊 高级师傅 不拉走 咱们二六军团天天盼夜夜盼 就盼着跟你们回师啊 我们也天天想夜夜盼 盼望你们早点来 咱们共同北上 对 对 老子 萧柯和王阵 给我们发电报讲了很多 没想到中央这一年多来 发生了这么多变故 说来话长了 有些事进来 我会慢慢地告诉你们 南昌起义的时候 张国焘就善变 现在他又耍什么花花肠子 恨胡子 现在还不是放炮的时候 我们还是听朱老宗讲讲吧 在这里啊 我特别要提醒大家 国焘同志的问题啊 是我们党内的问题 将来由党中央来解决 好 现在的党务之急啊 是团结一致 共同北上靠日 时下 国焘同志已经公开宣布啊 北上 我相信 这次他不会再变了 就是变了的话 那四方面军的同志 也不会答应的 是啊 大佐 你给我们二六军团的同志 讲讲吧 好 同志们 同志们 首先 我代表红军总部和张总政委 热热地欢迎 二六军团 战胜雪山 与四方面军 会合了 但这里不是目的地啊 我们还要继续北上 与红衣方面军会合 与党中央会合 要北上 我们就要团结一致 但是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 在我们前进道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判军 我们下期再见 後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都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维护了党和全军的统一 他们在党和红军由分散走向集中的历史转变中 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全局观念 不愧是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模范 特立 毕时 贺老总 向盈 到了 总政委 特立兄啊 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这么多年您还是原来老样子 毕师兄 怎么把胡子留上了 这以后怎么称呼你啊 1936年7月5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 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 贺龙任总指挥 任毕时任政委 同时 党中央决定 军事上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 政委周恩来 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昊 来 进来看看 来来来 大家请 这是我们总部的过程指挥室 我先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张北上行动线路图 是红军总部刚刚制定的 几天前 四方面军的三支先锋部队 已经到前面探路去了 目前徐向前总指挥指挥的 中路纵队已经到达了诺科 李先天指挥的左路纵队 到达了西景寺 右路纵队目前正在随境丹巴一线 与敌人对峙 二方面军随左路纵队行动 于是呢 这些念碰都是陕西方面还来的 你们都可以看一看 为了行动方便 中央军委决定将二六军团 整编为二方面军 由你和何老总同意指挥 太好了 这对于我们了解和学习时局 太重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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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